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想问一下 今天统计局是已经公布了上半年重要的经济数据 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是放缓至0.4% 而上半年则是维持增长2.5% 您怎么来解图整体的数据呢 那预计下半年还会有哪些稳经济措施会来到实施呢 首先从今年上半年 尤其是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 是好于市场前期的普遍预期的 我们知道在四五月份 我们国家是面临的比较严重的疫情 而同时海外又爆发了这种俄乌战争的持续 所以我们的经济面临了比较大的挑战 包括四月份和五月份 先行公布了一些经济指标来看 整体来看都是不容乐观的 所以在二季度管理人士提到要力争在二季度能够实现经济的正增长 而从今天公布的数据来看 那么这一个目标已经得以实现 那么虽然从上半年和二季度的一个经济情况来看 是好于市场的前期预期 而且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但是我们要完成全年的增长5.5%左右的目标 我们认为下半年国家仍然还会采取较多的措施 因为上半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也仅仅只有2.5% 和全年的5.5%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而另外一方面 德国战争仍然还在持续 包括美联储的持续加期 也有可能会使外围的经济步入衰退 从而来对中国的出口压力会有一定的压力 会有一定的增加 所以我认为下半年国家的政策 更多的是拉动内需 也就是在前期提到的 以内循环为主 构建这种内外循环坚固的双循环 而在内需方面 一方面是会继续的通过专箱债的方式 加大投资 而另外一方面也会持续的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像前期已经进行的 像扶持汽车 家电 整这样一些措施来拉动消费 今年将会有20大的召开 在今年能够平稳的实现 全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 一些经济的政策和相关措施的落实 还是值得期待的 二季度有可能是 全年经济增长的低点 而三四季度的环比 都有望出现比较好的增长 明白 那目前我们来看 很多公司都完成了这个半年报的一个预告了 从已经披露的这个预告来看 各行业之间 还有这个行业内部之间 也是分化有在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您认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来防范风险把握当中的一些机会呢 首先呢我们认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就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是财务上市公司的语言 而从相关的规定来看呢 7月15号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那么一些就是根据交易所的规定 那么一些业绩有明显的异动的 需要在7月15号之前 也就是在这个今天的 要完成这个业绩的一个预告 而从前期预告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 那么受这个经济周期以及疫情的各方面的影响 它的分化比较大 表现比较好的 很多是像原油 煤炭 这样一些周期内的行业 那么以及呢 国家政策扶持的新能源汽车板块 而一些受疫情比较冲击比较大的 包括像这个旅游 航空等等 还有一些呢 前期这个行业景气 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的一些板块呢 它很多的业绩论呢 还是比较的低迷 而这行业内部呢 所以这个产业链不同阶段的行业 它的分化也比较大 像新能源行业整体来看呢 是非常景气的 但是呢 景气度更高的是上游 比如像提供一些铝矿 或者是光伏原料 这样的一个公司 而下游的公司的分化会比较大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中 市场整车的公司 它的业绩分化呢 也是比较大 而我们认为对于这个半年报的把握呢 也不仅仅是看它的业绩的增速 以及呢目前的估值 还要看市场是否已经提前预演了一个充分的预期 我们认为真正能够给投资者带来长期较好回报的 是一些景气向好的行业的龙头公司 尤其是未来景气向好的这种行业龙头公司 而未来景气向好了包括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呢是可持续的高景气 比如我们以前反复提到的像新能源板块 包括在今年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自由类的个股 比如像煤炭板块等等 而另外一条主线呢 就是有望反转的低景气 比如在今年的前三个月 旅游板块的表现呢都是非常强 那么近期包括像今天的排面中呢 旅游板块的走势呢也是比较好的 虽然旅游板块在今年上半年业绩不理想 但是市场普遍预期 未来随着疫情能够得以控制 旅游行业的大概率 也是有望出现比较好的复苏 而对于一些周期内的行业 虽然很多公司它的业绩非常理想 但是它如果已经形成了一个 行业的景气的顶点 往往年报披露的前后 它也可能会是一个短期的股价的高点 所以投资者呢对于半年报的那个把握呢 也应该辨证了来看 就看市场是否在之前 对于其中的利好或者对于其中的利空 已经充分的预期 如果已经充分的预期呢 那么这些利好和利空 可能对股价的影响呢 并不会很大 好的 明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焦点消息 烂尾楼这个风波是持续 那近期内地一些烂尾楼业主呢 就集体发出停贷的警告 未来是会对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 产生哪些影响呢 就要请教一下许先生了 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呢 包括国家前期一系列的政策 对于房地产的一个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可能会是一个 由量变到质变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在中国 前期随着这个城镇化的进行 包括居民的消费观念 房地产行业呢在前20年 是一个景气度非常高的行业 而它行业较高的景气呢 也是和前期较高的杠杆率 有比较大的关系 就是我们国家呢 前期是采取了预售制度 那么这个房地产一旦拿到预售证以后呢 那么在没有交房之前 就可以进行销售 这样的话呢可以说 居民可以利用杠杆来完成 这个购买房屋或者是 投资房屋的行为 那开发商呢也可以利用杠杆 来进行这个项目的这种开发 以及资金的周转 那么这个杠杆呢 是使这个行业在前20年 出现了非常大的发展 房地产的价格呢 也是出现了节节的攀升 而近期呢 国家在前期采取了 一系列的控制房价的政策 包括前期提到的三条红线 以及限购政策等等 那政策的逐渐的累加呢 那么使很多房地产 它的赚钱效应呢已经失去 很多房地产的这种销售呢 已经不太理想 那么就造成了一些开发商 它的资金周转困难 尤其是国家前期采取了 这种三条红线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一些开发商呢 它在无力对已经立项的房地产 进行持续的开发 就形成了耐温柔的状况 而这种耐温楼如果是已经完成了 销售的话呢 那么购买这些房屋的这种居民 它不仅可能拿不到房 还要必须每个月要按时的 偿还银行的贷款 这样的话呢 会给相关的这种购房者 构成其大的压力 所以在近期从一个地方开始 目前呢逐渐的蔓延 从目前不完全统计 可能已经有200多个楼盘 那么出现了这个购房者 那么是警告 如果一段时间内不能复工的话呢 就可能会停止账还 银行贷款这样的一个事件 未来呢 我们国家也是非常的重视 可能会采取相关的处理的政策 但从短期来看呢 是很难拿到这种非常 能够实现这种多盈的 这种政策出台 我认为这个政策呢 首先呢 会对房地产未来的销售 尤其是期房销售 构成比较大的压力 投资者或者是钢区 购买这个住房 尤其是期房会更加的谨慎 此外呢 也会对开发商 也是构成比较大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们认为 未来房地产的这种 高景期的时代呢 随着这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可能已经结束了 那么目前呢 这些浪未楼 它也涉及到一些银行 那么这些银行 从近期的公告来看呢 它的一个影响呢 绝对额并不是很大 但是未来呢 如果整个房地产行业的 紧急下降 那么以前房地产按揭 对于银行而言呢 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业务 而这个业务未来呢 可能它的一个份额 会大幅的下降 未来银行整体的盈利能力呢 也会受到一定的挑战 所以我们认为 会受到直接冲击比较大的 可能就是这个房地产商 以及相关的生产链 然后间接呢 也会影响到 国金融体系的一个安全 所以未来呢 也会是影响中国经济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明白 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 在外围一方面了 那么现在看到呢 美国通胀指数呢 是不断创出一个新高 未来呢 美联储可能会继续要 收紧货币政策 那么这会对全球股市 以及护身股市方面 带来哪些影响呢 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美联储的持续的加息呢 首先呢 会使美国的国债收益率 不断的上升 而美国的国债呢 被认为是一种 无风险的产品 无风险的收益上升 往往呢 对于像股票这种 有风险的权益资产 它要求的内在报酬率 会提高 这样的话呢 会压制权益资产的价格 所以近期我们看到 以美股为代表的海外股市 走势是非常疲弱的 很多重要的股市 都进入到了 技术上的熊市的区域 A5市场呢 虽然前期的涨幅相对较小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通胀压力 比较的低 我们国家目前呢 并没有跟随海外 我们的货币政策 仍然还是以我为主 还是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政策 所以我们目前短期来看呢 股市并没有受到 很大的影响 但我认为 从海外的情况来看呢 由于额乌冲突 仍然还在持续 包括新冠疫情呢 目前还在反复的蔓延 我们认为外围呢 很有可能会进入到 一种滞胀的局面 就是经济增长停滞 而通胀呢 仍然还会有很大的压力 即使美联储持续的加息呢 如果不能够改变 这种供求关系 那么这个通胀在短期之内呢 也很难予以解决 所以外围的股市 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从而呢 会对A股呢 会有一个估值的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 A股和港股呢 也有这种联通的这种机制 美股的走低 会持这个港股的 估值水平下降 从而来也会影响到A股 所以对投资者而言呢 对于一些 受海外影响比较大的个股呢 和板块 还是应该以违避为主 当然我们国内的经济相对较好 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更多的是停留在一些 成长性比较确定的板块 好的 感谢薛先生的点评 我们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回来再聊